北经理好 任师傅 这周六日你们保安部不放假 全体值班 北经理 就这么定了 老板 出去啊 嗯 出去办点事 喂 妈 刚接到通知 这个周末回不去了 我爸的医药费 我会净回凑齐的 妈 你这医院好好照顾我爸 任师傅 哎 老板好 刚刚我听你说 周末不回家了 是怎么回事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老板 是这样的 我自己为了工资 为了给我父亲治病 都花光了 而且 这个周末 还有值班 值班 你们保安部 离家远的可以不值班呀 还有 前几天 公司不是刚下发了奖金吗 北经理说了 值班是我们保安部的职责 至于奖金 我都来公司三年了 就没听说有奖金这么一说 老板 全体员工的奖金 我已经都发过了 好 那你先去忙吧 好的老板 是你一个人的奖金没有 还是你们整个保安队的奖金都没有 大总 都没有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忙吧 好的 老板 五一假期啊 我去给您采摘了两盒新鲜的车离子 是您的最爱 感谢您这么多年 对我的厚爱与支持 小白 你跟了我几年了 老板 应该是五年了 是啊 一眨眼都五年了 这五年来 非常感谢老板 您对我的信任与支持 信任 就是因为我对你太信任了 这五年 你只缘都学会 苛扣员工的工资了 老板 这话从何说起啊 我可没有 没有 那我问你 公司给保安部下发的奖金呢 公司发奖金 是为了奖励员工的辛苦付出 和贡献的 你不但从中苛扣 周末还不允许员工休息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任的吗 老板 一定是有人诬陷我 告我的黑状 诬陷 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干过这件事情 如果我再不过问 这个公司就要被你搞垮了 老板 我这也不是第一次嘛 再说了 哪个管理层不给自己捞点油水啊 你都跟了我五年了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老板 我错了 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做了 好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 你要把这五年来 可口大家所有的工资 都给我补回来 另外 你现在 马上去跟他们道歉 好的老板 我现在就去办 站住 把你的东西带走 记住 如果再有下一次 一次不终 终身不用 如果能改变 退让几分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困在其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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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